哈啰大家 今天呢我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四個非常非常好做 不會做菜的也可以很輕易上手的韓式料理 那如果說你喜歡韓式料理 然後又不想要花太多時間的話 那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我們來做韓式辣拌麵 這個食譜呢其實是我們看韓眾的時候跟Ren學到的 所需要的食材有韓國的乾拌麵 蘿肉罐頭還有泡菜 總共的成本大概是19塊澳幣左右 那今天的大廚就是Ben 你要說哈囉 然後就是他為我們來煮這個辣拌麵 吃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紅色的醬包 它是今天的辣拌麵的主角喔 3分鐘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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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吃 就這樣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耶 是不是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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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to Ren 對 超好吃 超好吃 真的 哇,我們已經完成了 太好吃了 瞬間吃光 再來呢,我們要來做安東燉雞 通話 你們是比較喜歡吃安東燉雞還是春川辣草雞啊? 我的話,我兩個都很喜歡 那首先,我們要請出安東燉雞的靈魂材料就是這一包 它大概是澳幣四塊半左右 可是每一家超市的價格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喔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的材料有雞肉 馬鈴薯 蔥 紅薯粉 水 還有辣椒 這些材料加一加大概是澳幣十塊左右吧 但是今天辣椒我忘記買了 所以說我們就不加它吧 首先我們來處理雞肉 我以前其實都是煮完才會想到要拔雞毛耶 可是我現在學聰明了 所以我們今天先把雞毛拔乾淨 再來呢我們要把雞肉切一切 再來呢我們要把雞肉切一切 以前我在壽司店的時候 學會了兩個一起切的技能 所以你們看這樣是不是快多了 再來我們要把紅蘿蔔還有馬鈴薯拔乾淨 以前在打工度假的時候 加拿大的朋友跟我說 紫色的馬鈴薯是最好吃的耶 可是我實在是吃不出來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削完皮之後呢 我們拿一塊剛剛切好的雞肉 把紅蘿蔔還有馬鈴薯切成跟雞肉差不多的大小 這樣子口感才不會撐吃不齊唷 再來我們就要把雞肉丟到鍋子裡面悶一下 差不多變色之後 然後再把紅蘿蔔還有馬鈴薯丟進來 那趁著煮肉的空檔來切一個蔥吧 我會把蔥白切長一點 那等一下放進去一起燉 然後綠色的部分要切小一點就可以做裝飾 我好像不小心切得太大片了齁 沒有關係 再來呢加入我們經驗的靈魂 安東燉雞醬料包 沒有了它安東燉雞就要變成馬鈴薯燒雞了 最後加水150ml給它煮一個15分鐘 登登登登登登 紅薯粉登場 最後把紅薯粉丟進去 安東燉雞就完成囉 把它攪一攪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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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想要看那個康薑的歌嗎 嗯 康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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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的湯 第三個我們來做韓式的麻婆豆腐 身為一個愛吃辣還有麻婆豆腐的人 在不小心嫁給一個不能吃辣的韓國人之後 我就必須要在美食和家人先取得一個平衡點 那麼今天我們使用的材料有豆腐 豬腳肉還有韓國的麻婆豆腐醬 這個豆腐醬一包大概是三四塊澳幣 那全部的材料加起來呢 也不過就十塊澳幣 就可以讓你吃好幾餐 是不是CP值超高的啊 重點是它超級好做 不信的話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那首先呢把豆腐切成適當的大小 看個人的喜好 然後切成像這樣子的豆腐丁就完成了 準備工作是不是超簡單的啊 然後我們再來處理肉 然後呢我想要把這個肉醃一下 首先呢我們會加一些台灣米酒 然後呢再加一點醬油 但是因為我們家沒有醬油了 所以就用這個昆布醬油 最後再加一點孜然粉 用筷子把它攪拌攪拌 然後最後需要用到的就是這個 韓式的麻婆豆腐醬 那這個醬它有不辣中辣還有辣的 但是因為變它不可以吃辣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不辣的 然後呢把肉炒熟 加入豆腐之後再把壽司加進去 你看我的台詞都講不到幾句就做好了 是不是真的很簡單 這樣子簡單美味又好做的韓式豆腐就完成囉 好好吃的 最後呢我們來做泡菜豆腐鍋 我跟你們說這個也是技術含量非常低 而且又十分好做的料理喔 冷冷的冬天來一晚 全身都暖火起來了呢 那泡菜豆腐鍋所需要的材料有 洋蔥一顆 泡菜罐頭 鮪魚罐頭 還有豆腐和水 這樣子材料大概就8塊奧比吧 是不是比你在台灣吃臭臭鍋還便宜呢 那首先呢我們來洗米 因為吃泡菜鍋除了配白飯超讚的之外 其實洗米水也是泡菜豆腐鍋的秘密絕招之一喔 裡面的澱粉啊可以讓湯頭更好喝 大家要記住喔 再來我們把洋蔥切絲 那大家切到面積太小的時候 記得要換個邊切 才不會切到手啊 然後大家在選泡菜的時候啊 盡量就是選這種很紅的 這樣子煮起來的話味道會比較夠喔 然後就這樣子把它喇喇耶 攪拌的差不多以後呢 就加水 這個水呢我通常都不會一次加太多 就是怕它等一下如果太淡的話就很難調 所以我會先加的差不多是這個程度 然後如果口味太重的話呢 我之後才會再加一點水把它稀釋 那最後再加些豆腐進來就可以了喔 是不是超級無敵簡單的 那豆腐鍋呢我選的是這個嫩豆腐 像這樣子挖的脆脆的 看起來就特別的好吃 那最後我們來給Ben試吃看看 看看他的評價怎麼樣吧 你覺得怎麼樣 好吃 我喜歡 哈囉大家 那以上就是今天超簡單韓式料理的所有內容啊 如果說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以後也想要看到更多的話 那麻煩留言讓我知道好嗎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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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選擇 我們下班的時候 可以讓他們知道 這支影片就要不要再細工 然後我們下班之後 那些胡椒